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判断这个业障消掉没有 如果对这件事情也慢慢的没有了感觉 也不再造新业 能不能说明他这方面的业障已经消掉了 请师父开始 记住任何感觉自己消没消掉这个业 就是有一种叫心灵的背负感 这是新的名词叫心灵背负感 心理学家 欧洲的心理学家和美国的心理学家 他们都很欣赏台场 他们都要拉住我跟我研究这些东西 因为我不能跟他们研究了 因为我不能把菩萨的天机泄露给他们了 我只有责任教导你们了 心灵背负感 就是说当你做了一件坏事之后 虽然你觉得这也没什么关系 但是心里已经揪着 我这是不对的 那人家也这么做的 那你是不对的呀 那我已经做了怎么办 那也是不对的呀 就是心灵一直挂着 念礼佛 念到你曾经伤害过一个人 当你这个心灵没有这个背负感了 背着负重的这种感觉了 你就是消业了 你如果过去伤害过别人 你一直忏悔我对不起他 我念啊念啊 念到最后以后想到他没有这种很沉重的感觉了 你已经消掉了70%了 感恩师父 第四个问题 当我们许了愿以后 有时候会有梦考 现实中当有的同修要做功德或者求什么事情的时候 往往业障现前 请问这是谋考吗 是不是应该当做这是对我们修行人的考验 就好像让大浪袭来 我们应该在水里坚持住 站得更稳呢 请师父开始 他的意思就是说浪来了 迎上去 你就打翻了 你有本事 你可以寻一条安静清静之路 对不对呀 记住了 我们的业障 人修的越好 磨越多 我只要举例子 你们就明白了 如果这个纺织厂 这个车间里的女工 大家都是平等的 没有人会嫉妒谁的 当你做劳动模范了 天天比人家来得早了 天天很关心车间了 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开始嫉妒你了 说你坏话的也有 嫉妒你的人也有 然后你就慢慢经受很多考验了 我们学佛也是一样 修得越好 障碍越大 所以越有障碍 越要向前 越要精进修 那才是学佛人坚强的意志 当然师父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在人间福报很大 而没有智慧 是不是很容易造业 有智慧的人吃苦吃亏很多 苦难是不是就成为他的真上源 帮助我们明白人间的苦空无常 去除贪恋 早点放下呢 福德和智慧的关系是什么 请师父开示 记住了 有福德的人不一定没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也不一定有福德 要记住了 福德那是上辈子的因造成了今世的果 而智慧哪是今世所修 那么有没有上辈子的根基呢 当然有 如果你上辈子有良好的善缘和佛的根基 你这辈子非常容易拥有智慧 只要你坚定信念 坚定的去懂得行善 你很多人就会开悟 像我们今天坐在下面很多的人 当你们没有学佛的时候 你们很多人都明白 我看见穷人不失一点 我帮帮别人 这就是你们学佛的基础 所以一旦有人告诉你 哎呀 有一个卢台长 有一个心灵法门 他马上就相信 马上就去学佛念经了 这就是他们的基础 所以学佛人一定要有智慧 但是有智慧的人也会菩萨给他福德 我看见穷人也会菩萨给他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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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穷人也会菩萨给他福德